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坐落于原山山腹内的原山坑道 曾经是台北市重要的战略地区建设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为了要活化景点 结合打开台北活动 将在11月12、13号两天 首次进行原山坑道的策展活动 提供民众进入坑道免费参观 探索原山坑道的古往经来 这边有几个重点 这边又能进去一次浴室 浴室走到底之后 这边左右可以看到 墙壁上有个吊床的移构 吊床的一个刚垢 总长约115公尺的原山坑道 位在原儿童娱乐中心所在的原山山腹内 新建于日治时期 在国民政府来台后 为因应战后空房而扩建 在民国53到80年国民政府仅被总署管辖期间 坑道内不只包含避难空间 更是台北市民房指挥部和战时原山指挥所所在 这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坑道在历史建筑上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2014年登陆台北市历史建筑 那它的坑道 大家从刚刚看到一开始那一段是矩形的坑道 那推测是日炬时期留下来的移构 那这边是半原型的坑道 就是1950年后国民政府做了一个第一次的破建 再来呢 这边它的一个这样的结构是可以抗拒暴震 那时候有一个核子攻击的疑虑 所以是强化这样的一个防处设施 那它的其他战备的一些构建 包括双层的防爆门跟这个PASSBUS传递箱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边有双层防爆门 那里面的人呢 那如果要跟外界去做联系的话 是透过这样一个铁箱 这个铁盒 可以去把这个文件从这边去内外去做地壮这样 这一次原山坑道的开放就是 呃在14年跟17年我们祖父坑道登基为历史建筑之后 终于呃在完成了整理之后对外开放 那希望这次能够带给民众 透过周末的Open Type Bay的场次 那参观原山坑道过去作为演习指挥所 还有这个民房的这个指挥所来做 呃更多的一个一推就进 那希望能够带给民众更多的 不一样的感受 那坑道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 100多公尺 从战后建立到现在其实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那虽然已经不再使用 我想透过这一次整理后的机会 跟大家做个开放 那希望大家来观赏一下这个坑道的一个秘境 那它跟其实大家印象中的 原山饭店的东西密道 是不一样的内容 大家容易搞混的 我想透过这一次的坑道的一个开放跟解说 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原山的东西密道 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要去饭店里面 能够报名参观 那它的用途跟这个原山坑道 过去作为战备演习的 这个用途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意义上跟使用问题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来看的话 会发现它跟密道的内容 其实也大相径庭 密道应该是说 他过去在紧急发生状况的时候 做一些其他的一个避难的一个通道 那这一次的坑道我想它是作为在 战争的使用 还有民防演习的使用的一个指挥所 所以它的意义跟内容都不太一样 那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场次 就让大家理解 原山坑道跟原山密道不一样的地方 原山坑道历史遗迹 具有三段不同时期的坑道设计和独特功能 举行副坑道类似山腰型防空豪设计 常见于山腰横向开挖的防空洞 主坑道整体位置较副坑道低165公分 且贯通道山坡的另一边 另外坑道内还可以探访过往民房 广播电台的播音室 以及广播人员的生活起居空间 那我这边这个展板呢 是介绍就是广播的设施 广播的机构在这边的前世今生 包括1959年的天气广播电台 到最后这个台北广播电台成立 以及台北广播电台签出 以及这个民房指挥部迁到红山的过往 那台北广播电台最早是一天是播音11.5个小时 再延长到18个小时跟24个小时播音 那它的早期算是一个开放民众可以去报考 然后培训很多中子广播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机构 那在1971年的时候 民房广播电台 嵌一道圆山纵海大楼 就是现在这个台北广播电台这栋大楼 它原本是圆山动物园的一个商场 给卖场的 好 那再来呢 在广安演习在1978年的时候 开始使用这个地方 好 那再来是到广安演习 是1998年的时候 随着民房指挥部移到红山 就没有在使用这个地方 这里就开始显示 一路显示到现在 我们希望过去有在这个坑道曾经服务过的人 能够提供我们很多故事的一个提供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坑道还有什么样 我们过去所复为的历史 那不管它有没有作为博物馆 它作为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意义是存在的 所以除了了解更多过去的历史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善用许多民间的力量 我们希望民众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因为我们算是观传局来做一个接管 但到了年底 就会由文化局的文字科这边来做个处理 所以它未来有许多再活化的计划 就得由文化局来做个负责 那我们希望透过两个方向 一个是收集过去的许多故事 一个是希望能够收集更多民众的意见 让未来的再活化能够有更多的方向 限定本周末开放的参观活动 目前已经额满 只能现场等待候补 观传局表示 为推动圆山坑道景点活化 以进行坑道结构补墙 及接电工程修复作业 并左手撰写圆山坑道修复再利用计划 希望透过策展创举 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为圆山坑道的未来另辟心机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卫生局 维护民众吃生鲜蔬果的安全 到市场、零售业者、超市、餐饮店等抽烟残留农药 9月共计抽烟44件蔬果产品 结果有6件不符合规定 为了维护民众使用生鲜蔬果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市场、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等处 抽烟生鲜蔬果和骨豆类检验残留农药 9月抽烟44件蔬果产品 结果有6件不符规定 那我们为了确保生鲜蔬果的一个安全 我们其实定期每个月都会针对市场、蔬果、零售商 还有超市、卖场、餐饮店等等 来抽烟生鲜蔬果 9月份总共抽烟44件产品 有6件在检验结果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率是3.6 那我们总共是青江菜跟青蒜 各检验出两项不合格的农药残留 百香果、甜豆、苹果、香菜的部分 检验结果是一项的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那在这几项的一个产品来讲 除了苹果以外 其他都是有在这个季节里面属于 以往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 比较高的高风险产品 也是有固一种点去抽烟 那正在这些农药抽烟不合格的产品的话 它就一去三返 第15条第1项第5款 残留农药跟农药要超过安全农草的一个规定 那一同法第44条第1项第2款 我们就是处责任业者6万块到2亿元的一个罚款 那当然其实一样的问题 就是在希望业者在采购的时候 务必要保留它的一个来源凭证 那这一次出国抽烟的结果 到最终查核还是有两项产品 是没有办法追溯到上游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组责任业者 薪财比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其实还是要强调 其实以农产品为例 台北市以消费者层次 消费层次为主 所以针对这样农药残留的一个抽烟 还是以所谓的中断的一个管理 来做确定市场上的安全 但是在农药的施作 我们最终还是要去追溯到 我们的一个田街的管理 那再加强我们产地的一个农民的辅导 跟正确使用农药 那当然针对于如果是进口产品的话 我们就是做好相关的边境的管理跟管制 所以农药业者其实就是在采购过后 一定要保存相关的交易比平正 或者是它的一个外乡外合的一个样式 这样才可以有助于我们卫生单位 进行相关的追查 卫生局表示检验是终端管理 只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 以及产地加强辅导农民 于栽种时正确食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另外也到夜市及日市抽烟即时解切水果摊贩 15间产品有一件不符规定 那像这样的一个解切水果的话 主要我们的抽烟的对象是 我们台北市的夜市跟日市 一些有供应即时解切水果的一个水果摊商 那总计有充业的15间产品 检验甜味剂 其中有一项是不符规定 不合格率是6.7% 那这项不合格的产品是水梨 那检验出的项目是糖金 是违反我们资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级规格标准 那在现场的话 我们就是要求台北这边下架 不得再做贩售 那针对于上述违反这个添加物规定 是违法第18条 同法第47条 可处责任业者或者制造业者 是新台幣3万到300万等8万 那这次检验出的糖金 它是一个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那之所以是使用 因为它的甜度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糖的300到400倍 也就是说使用一点的量 就可以达到一个一定的甜度 那它的特性呢 就是人体无法分解 它会直接从料液排出 所以它其实在设施之后 是没有热量的计算 那当然针对我们的 那个添加物的一个规定来讲的话 糖金是 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添加剂 它可以使用在瓜子跟蜜茄 也没有粉 看说你要等等 那用量跟范围都是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但是是不可以使用在生鲜、结鲜、水果 所以我们这边在呼吁就是 业者在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务必要确认我们 在这个使用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以及限量器规格标准理念 这个添加物它可以使用的一个食品的一个范围 那它有个添加的基量 或者是最终检验的一个残留基量 那做适量正确的使用 才不会有违反我们相关规定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在购买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一定要去跟合格的添加进行购买 然后确认它的一个产品标示的一个完整 事实上食品添加物比较特别 它在包装标示上就会写出这个添加物 可以用在哪一些食品范围 跟它的相关限量 所以在开工使用之前可以再次确认 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在抽筋 跟这个洁切水果 那当然也是呼吁我们的业者 不要虽然有缴线的心态 那我们可以持续抽烟 然后避免这样的一个 食品添加物过量的一个问题 发生以上说明明 民众如购买切好的水果时 应以当季实定水果为首选 且胜选有幸于店家 检视贩售或陈列价卫生情形 并且注意水果要有适当包覆或包装儲存 以免危害自己及加热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新一区成年里的活动 今年发挥创意 首度尝试邀请年轻朋友 用RAP来表达我的成年宣言 特别还邀请老师现场教学指导 第一次接触RAP 李生实践了勇于挑战的精神 也让成年里在学子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新一区成年里活动今年发挥创意 特别邀请老师现场教学 指导青少年朋友来RAP我的成年宣言 新一区区长陈冠霖说 追求创新是新一区的一大特色 因此首度尝试以RAP来进行成年里 邀请青少年朋友一起来学习体验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同仁因为蛮年轻的 他们就有一个发想 就说我们来搞一个跟那个 比较贴近年轻人的 不要像传统我们也许用古礼啊 用什么的 那所以今年他们就把它主轴定为 用RAP唱出我的成年宣言 那刚开始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也吓一跳 就觉得哇 这个会不会太难了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不会 这个老师很会带 他说基本上你只要有嘴巴 你就可以唱出RAP来 这样子 那我们想这也是蛮酷的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 也看到蛮多年轻人是个RAP 那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创作的方式 把自己的这个转大人的这个心境啊 还有一些态度或期许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也觉得很乐见其成 信义区我们一直是一个非常勇于创新啦 所以我们其实以前玩过东西 我们就每一年都会想说 我们来玩点新的东西好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敢来创 来尝试这个用RAP来唱出这个成年宣言 指导老师先上课传授技巧 参加成年里的青少年朋友 一一写下自己的成年宣言 分组上台展现学习成果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Are you ready? Let's go 从成功高中到北大财政 财政要成功 发现我已二十二了 明年要考研究所 但现在还在研究所 又偷了一个小仔的梗 一个八 他又被我混过去 成长的意义在我生活逐渐看清 从踏入校园那刻起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踏入校园那刻起 十八岁的那天起 分手活的那天起 我一直寻找我自己 今天参加成年里 久违挑战拿起笔 这位肖傲徒丽颜老师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希望你把上面念完 大家都会喜欢 没有关系 只要把上面念完 这件事情不念完不会完蛋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老师不爽 说他看不懂 但我更不爽 因为他根本就不懂 我这叫房识别系统 我就白布我爽独特 在这无趣的世界 我想再给大家欢乐 三 四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准备好就开始 五 六 七 八 Are you ready? 五 六 七 GO 我叫做文力 我喜欢说话 又喜欢聊天 而且 我今天就读 韩天是十一 小事高级 剛剛今天学校的公共 公共的女人 WOO 三 四 六 七 八 我今天是第一次接触 好玩的地方就是 可以创作饶舌 好玩的地方就是 可以表达自己想要唱的歌词 还有自己个人一些生活都可以 困难就是 歌词要自己想 困难点就是 要想押韵那些的 但是很好玩的话就是 刚才有听到rap 女神唱rap 我觉得很有趣 可以学到很多 你就让大家亲身可以体验 所以我们就用 现场参与者 他随手写的歌词跟关键字 然后我就直接拿起来 基本的入门 因为其实也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邀约 那我们也发现 这样的音乐 在饶舌 其实也是比较 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一种 音乐的乐种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刚才也发现 有很多学生 一开始是很害羞 然后接下来 他开始敢讲出一句 然后他的同侪 就会 开始 比较活络这个气氛 所以 就让大家发现说 你做得到 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跟你差不多 我应该也可以做到差不多的等级 反而会有一种良性竞争的感觉 所以 一开始的状况 其实我们在后面发现 是透过同侪去互动 让他最后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循环这样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RAP 不少参加李生上台发表时 难免紧张 但却也亲自实践了 勇于挑战的精神 信义区区长说 同学们的勇气与精神 让他佩服又感动 然后我突然就想到 其实我在各位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是不敢上台的 然后一上台呢 其实那个声音都在抖 我还记得 我有一次被抓去 临时警惕 去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 然后我在台上呆了 就把那个时间三分钟吧 呆完 然后下来 我全身都是湿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各位 在这个年纪 有勇气突破这个框架 站到这个舞台上面来 而且 我看你们还 甚至有的人 已经可以唱出自己的成长宣言 虽然有的人 看得出来是很紧张 但是 这个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我觉得 各位今天 愿意给自己一个突破框架 接受挑战的机会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值得各位给自己一个用力的掌声 真的 谢谢各位 谢谢 新一区公所也特别将现场影片录制下来 送给里生们作为自己 邁向成年的礼物 也希望初次挑战RAP的经验 让青少年朋友的成年里 留下满满的回忆 未来不管面对什么风浪 都能够自信勇敢 迎向挑战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来是破案消息 警战署破获了史上最大宗的大麻走私案 总共有409包大麻花藏在墓穴利货柜 警方表示这些大麻花市价将近7亿元 如果流入市面可供45万人吸食 幸亏遭检警及时拦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09包从加拿大进口的墓穴利里头进夹藏毒品大麻花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日前运用大数据分析 清查上万笔进口货柜资料 发现姚姓负责人利用人头公司 在进口货物夹藏不法物品的可能性极高 因为接收这批大麻花的公司主要营运项目是基上和 且墓穴利价值低廉因此遭警方盯上 那这次我们保山总队施职货柜进口的安全检查 那这次是我们针对大数据的分析进口桑山资料 发现有一间可疑的人头公司 他从加拿大进口低价位的这个墓穴利来台湾 那里面有夹藏这个大麻的情形 于是呢我们就向海关密报登陆 并在4月28日的时候 会同在台北港会同海关进行查验 也在里面发现了400多包的这个大麻花 总共高达456公斤 那我们当然立即报请了新北地检来指挥侦办 由陈旭华指挥检察官 率领吴志涵检察官来指挥溯源侦办 那因为按这个毒品的量非常的庞大 于是我们也向上承报 以报请的控制下交付 那在5月6日的时候 就先拘提了前来领货的这个姚姓的换钱 也是这一间公司 他的人头负责人 那这批货以那市值来算的话 将近7亿的毒品呢 非常的庞大 想必幕后有一个走私的集团 那这部分在前后任总队长的努力指挥之下 桌安小组结合了地检署 刑事局等友军单位及海关 共同来三方努力 经过长达半年的溯源侦办 发现这批货是属于在士林北投的黑方的结合 来从事这批货的走私 那该集团它的分工细密 除了用人头公司来领货 另外交付货款的过程 也是层层的设下断点 但是在专案小组努力不懈的之下 那陆续查获了姚姓办贤等 古人的这个主要的办贤跟幕后的金主跟教唆者 全部都积压境界 也在昨天都全部提起公诉 并针对加拿大发货方的人来发布通庆 所以这个因为毒品的量是史上最大 所幸检警官三方共同努力将毒品截毒于关口 防止这个毒品流入市面 避免造成危害 大家都了解 那个大麻 这个是在世界上最泛滥的毒品 在我相对是比较轻微 但是我们从最近 在桃园地检署也有破货 入海毒攻击的大麻花 另外在九月份 桃园地检署也有指非 破获栽种四千多株的一些大麻 在我们的国内大麻这个问题 没有去正视的话 这部分将来对于我们的一些的 整个的社会的一个治安 以及我们的毒品的防治 会产生重大人的危害 而鉴于此 要打击这个毒品的相关犯罪 刚刚署长特别提到 必须要向上来去受源 向下来去跟 那这部分 我们台高检署 在今年下半年 发动了第七波安批气毒障碍 除了我们将新兴的毒品 列为我们茶器的重点之外 大麻的茶器 是我们重要的一个 有我们的一个 评估计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的依据 那这部分 在今年的7月11日 台中检署也有我们的指挥 有那个 经过我们台高检署的一个协调 总共有16个检署 共同发动过脊弱麻祖专案 查获了不管我们的 是一些的贩卖 叫大麻的一些的嫌犯 以及施用大麻的这些的被告 总共有100多人 那大麻这部分 那比较流通于在我们的青少年 或者我们在华林阶级 那甚至一些 好像有在国外一些的被准的一些的人士 相对我们传统的毒品 比较不容易来去查气 但是大麻它是世界上最泛滥的毒品 我们检警相关的 工作伙伴一定会将大麻 作为我们的未来工作的重点 本案检方于11月上旬侦查终结 将姚姓嫌犯5人依法起诉 另将藏身于幕后 常年居住在加拿大的台医林姓祖贤 发布通气 本次共查获456公斤大麻花 估算市值仅新台币7亿元 若流入市面可供45万人稀食 幸亏遭检警及时拦茶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江湖外展露无遗的啤酒鸭 还有味吸引病气胃口的牛郎意大利麵 交通的私房菜料理 拥有满满的家庭温暖与爱的关怀 现在在季州安封客茶馆就能吃得到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牛郎意大利麵 这个缘起是来自于在交期最后的日子 我每天都提早下班 回家做晚饭给他吃 因为长期花疗的人 他的胃口很差 味蕾也很棒 也很齿顿 那我家的外用虽然是我教他 可是他不会变化 我才会每天变化 来唤醒他的味蕾 我一天回去 他说他想吃意大利麵 我问他要吃什么意大利麵 他说有什么 我想到的是男艺有一种很有名的意大利麵 叫烟花女意大利麵 那因为是烟花女嘛 所以他的色彩很缤纷 他的味道很强烈 那我就说烟花女意大利麵 那摇摇头不要 糟糕那其他的意大利麵都很平淡 我就开始跟他开玩笑 我说当富意大利麵 他也摇头 疯狂破富意大利麵 他也摇头 牛郎意大利麵 那两只眼睛一亮 说我要牛郎 我一想糟糕 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牛郎意大利麵 都怪我开玩笑开过头了 我说好好好你去躺一下 我来想办法把牛郎变出来给你 然后我就开始 我大概想了十几分钟 我心里面就有了一个计较 我知道要怎么做 我把冰箱都打开 把可以用的各种食材都拿出来 圣女小番茄对切 青椒红椒黄椒切细丝 黄结瓜 黎结瓜切薄片 黑豆啦 这些全部都用上了 我先用干辣椒和大蒜 和九层塔去爆香 爆香好了以后 我把这三个东西都拿掉 只留下那个油 很香的油 我把煮好的面放进去 让每一个面条都吸饱了 那个强烈的辛香的味道 接着开始去炒那些 牛郎意大利米 开始去炒这些做料 然后把干杯XO酱也放进去 那时候焦期已经不吃奶制品了 所以我用豆腐乳来取代牛奶 接着在起锅之前 我把整包非鱼卵倒进去 让每一个面条沾满的非鱼卵 充满了象征的暗示 这个是 就是 牛郎意大利米的由来 那后来我也常 我也常做这道菜 啤酒鱼是这样 就是要用啤酒下去煮很简单 啤酒跟大蒜跟酱油 下去煮 那当时 是这样 因为背后是这样 我为什么对这道菜 一记忆深刻 是因为她背后那一天 那天有一些 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我送我女儿去上学 那下车的时候她说 爸爸家里没有维生棉 去买一点维生棉 那女儿的丰富我当然很遵命 可是到了超市我才发现 我没有买过 那么多的品牌 那么多的尺寸 我不晓得要买哪一种 比较靠得住 所以这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 然后这个时候 焦西那时候已经过世了 她的魂魄出现在我后面 她还在那边尖笑 看到我手上拿着那么多的维生棉 她觉得很滑稽 然后我就骂她 说三八婆 你不来帮忙 还在那边尖笑 她说对啦 就是你手上拿着她两包 我们都用那一种 那天晚上我还做了一道 除了啤酒鸭之外 我还做了一道菜 叫情人的眼泪 情人的眼泪叫雨来菇 那是一种 一下雨她就疯长了一种枣泪 就是我觉得用来凉拌的话 味道蛮好 那天晚上是用炒蛋花 可是我觉得凉拌的味道也蛮好 这个是啤酒鸭 走访激州安读文学吃料理 这里有许多异文人士的私房菜 每道菜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与想传达的思想 让民众能够共享 创作者生活的浪漫与愜意 我女儿 大家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我有两个女儿 显然前世有两个很深爱的情人 我非常孝顺 送我这两个女儿 所以言听计从 对 所以写了 我每天有一段时间 我每天做早餐给她们吃 因为我们可以相聚的时光 就是在早上 那对妻子 对交妻的感情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比较好 因为说了就变得太放散了 太过于赛恩爱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们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在 是在餐桌上 餐桌上才是家人 亲情团聚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这样早该来了 但是因为越是熟 而且她现在是这么有名的人 我们能请得到吗 她当就说没问题 所以这一次一到 我们就有点贪心 把她的啤酒鸭 她在中央书店有展示的 然后还有小情人的 意大利面 一起一股脑的这一次 一起发表 所以让大家品尝 我们大概 今天是欢乐 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宣传 我们做家私房菜 大概光才跟朋友说 存在的就是 我们整个文艺出版界 同行之中 相濡隐末 然后文人往来的一些故事 那还有许多作家 把她家里的家传菜 带着一种感恩 或是童年的记忆 或是青少年记忆 带给我们 那我们也有一两道菜 是纪念 已经过世的作家 所以每样菜都有 充满了一些甜蜜 也许辛酸或是的回忆 那也记载著很多文人 不相继往来温暖的故事 这是记者安发表的 第十七道作家私房菜 包括老兵作家 张拓武的老友排牛肉面 电影导演蔡明亮的 南洋咖喱鸡 畅销作家林立青的 薄皮辣椒鸡汤等 把文学放入烹饪中 让民众品尝到的 不只是美食 更是文人情怀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黃珊珊公布健康城市2.0政策 四大指标分别有提升市民医疗 在马英九市长任内 开始进行 12个行政区的运动中心 那现在这些运动中心 使用率都非常高 甚至不复使用 所以非常多的民众 都希望能够再有 第二座的运动中心 那第二座运动中心 我们也希望在 有特殊的区域性的需求 比如像文山区 它可能地域比较狭长 所以两个区域不太一样 这边有那边没有 同样的也发生在内湖 内湖也是放在西湖 东湖就会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区域上面 我们可以设立第二个运动中心 那第二运动中心 采取跟现有的状况 不太一样的方式 它可能可以有 单向的专业场馆 也就是说 比如说 第二运动中心 它可以以某个项目为主题 比如说渔球 或者是某一个运动中心 以桌球 它可以在不同区 有不同的重点项目 我们也希望 跟当地的运动风气 还有我们台北市选手的需求 来做第二运动中心的规划 那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其实放在老人福利的部分 但是其实它也是全民运动的一环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就是由台北市政府 来训练专业的教练症照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取得这样的资格 然后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 教长者做重训 或自己自主健康的运动 也就是说 因为长者的运动 跟一般成年人的运动不太一样 它毕竟还是需要转业 而且长辈他们的训练方式 可能需要特别的设备 特别的场域 所以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将会在 现在在台北市 已经有十二个区 都有小的据点 但我希望将来 每个区都有 都扩增相关的据点 也就是我们希望训练 这些年轻的教练 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去交长辈 那长辈 有了肌耐力 有了核心肌群 他就不容易跌倒 不容易跌倒 就不容易卧床 不容易卧床 就不会需要长照 也就是我们把长照的钱 拿来做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也可以让长辈更健康 然后让他在运动上面 这些投入的年轻的教练 他们也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将来我相信老人的健康 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 我觉得由手掌来带动运动的风气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我自己开始做起 我现在我每一天都会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 然后也会让自己满身大汗 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所以运动会是这个城市 接下来重要的每一天从早开始出门到回家到睡觉前 我希望大家都有时间能够做一个简短的运动 那另外就是在假日的时候 可以带着孩子带着长辈到我们各个不同的场馆 去做轻松 但是能够亲子共有的相关的运动项目 另外在提升市民医疗照顾方面 黄珊珊也提出了相关规划 台北市其实我们有八家医学中心 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丰沛 但是对于所谓的市民医疗照顾里面 还是有很多细项可以再提升 以现有的健保系统里面 可以对于人民的照顾其实已经蛮完整 但是我想台北市在我们相关资源的底下 我们还是可以推动各种不同的新的措施 第一个部分是台北市曾经在2021年 推动儿童的家庭医师的责任 责任意识的制度 这个目前是由联合医院 以家庭儿童家访为主要的照顾计划 跟中央健保主推健检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会进行家庭访问 了解儿童他碰到的状况 还有家庭的环境 避免防治意外 各位都知道少子化 少子化之后 其实我们除了鼓励大家生小孩 我们另外一个是 我们希望小孩健康的成长 因为儿童事故 儿童死亡率还是偏高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在儿童的部分 就开始介入他的照顾计划 所以儿童家庭责任意识制度 除了联合医院 我们接下去也会希望推广到 各个基层医疗诊所 第二个是乳癌高风险 各位看到很多年轻的艺人 因为乳癌而很早就离世 所以乳癌高风险的筛检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希望透过遗传 这个遗传咨询还有心理资商 乳癌跟基因遗传有关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生活饮食的改变 降低它的风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对于 具有家族史的对象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基因篩检的计划 第三弱势妇女的孕妇 她的叶酸补助计划 因为新生儿的咸甜型的缺陷 会造成社会的一些负担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在弱势的部分 弱势的孕妇 那由市政府来提供叶酸补助计划 来减少新生儿的缺陷 第四个是长者的听力筛检 各位知道 听力障碍会是 生活上面很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目前 听障人口占了 所有的残障类别 将近是第五大族群 所以听障者患失智的风险 又高于一般的正常者 所以听障的长者 他的生活照顾是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他的听力筛检 还有加上助听器的补助 这个部分也是市政府 可以继续提升的 另外一个是 比较特别的是 睡眠呼吸中止的普筛计划 其实睡眠中止的普筛计划 很多人都有 但是自己都不清楚 那因为必须要均衡的饮食 还有经常的运动 然后再配上良好的睡眠 整个人才会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 很多人深受睡眠呼吸中止的 所苦的这些市民 其实我们可以用普筛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掀起筛检 能够提早预防 针对普筛的结果之后 再来介入甚至教育甚至治疗 所以对于提升睡眠品质 才能真正让一个人健康 黄珊珊说 透过健康城市2.0政策的引导 带动民众一起来养成运动习惯 重视自我健康 期盼打造台北成为市民生活 与高龄友善的健康城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想要以为是脚拉车还是什么呢 来跟你讲一下公共危险罪 他就是在讲说你驾驶动力 机械交通工具 警方在路上拦下男子 马上闻到他身上浓浓酒味 全电力的动力机械 对不对 我刚刚是看你还给人家闯红灯 他在路上那边舍醒 这名男子有三次酒驾记录 这一回跟着朋友到夜店喝酒 自称酒后不知道 不能骑电动滑板车上路 法官认定 他骑程的是 以马达运转的交通工具 若真的发生意外 恐怕会相当危险 依公共危险罪 判处两个月有期徒刑 并科一万元罚金 本分局三张离开会所远警 在今年7月份 巡逻行经松皱入室 发现一名男子 驾驶 电动滑板车 在道路上面左右摇晃明显不稳 故于拦茶 发现这名男子身上浓烈酒味 经追查是在本辖的夜店 饮酒完毕 立即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经十四酒册 酒册值达0.92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征办 本分局在此呼吁 酒后应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计程车 切勿心存侥幸 以免出发 依照现行法规 像是电动滑板车 电动独轮车 都不能够骑上路 都属于动力交通工具 违规可罚3600元罚单 要是酒册值超标 更会吃上公共危险罪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个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文化局推动的基隆文创辅导计划结果出如 包含了五组在地业者与设计师合作的特色文创产品 及首次经城市品牌认证的12件商品 融合地方特色与设计巧思哦 一起来瞧瞧 这边有一个切口 其实这样拆开以后啊 这样就可以 将包装撕开一整根的飞鱼卵香肠立即可食用 在地经营数十年的博胜行与学术机构合作 除了比其他业者多三倍的飞鱼卵含量 更打破了传统香肠必须先煎烤才可食用的限制 成为极富商机的即时性产品 连续测试了三次 测试了三次以后呢 研发了一个 这一个即时香肠 你拆开以后 就可以吃 拆开以后就可以吃 它这个是我的商品以后呢 等于说我的商品拿过去以后 它有机器啊 高压熟成 杀菌 金融好物 山海潮 以山海潮为主题 迈入第八年的金融市文创辅导计划成果出炉 共有五组业者与设计师合作发想产品 包括可及时的飞鱼卵香肠 重塑品牌的金融市融会蜂蜜 老常生汉方药膳食品 以蜂蜜露茶的生食漆茶 及揭取金融八景地景样貌色彩的诗精礼盒等 将金融市的文化美食美景等元素 透过设计创新导入 变成可以带着走的故事产品 是将无形城市特色 化为有形城市纪念品的最佳典范 我们这八年来所努力的 然后大家共同集合的 我们做了一个发表会 那基隆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山有海有港 尤其浪潮 那这些都是设计很好的元素 基隆的文化 大家都知道是很早有久历史 那这一个文化有很多故事 怎么结合商品 让它形成一个故事可以带着走 这也是设计师他们精心去把 现地的状况去结合设计出的商品 产品 然后这些我们也经过相关的认证 然后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希望大家来基隆 可以有好的东西吃 有好的景色看 有好的伴收礼可以带回去 另外基隆市文化局今年也首次推出 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 透过与产业发展处 及观光级城市行销处的跨局处合作 成立全新城市品牌 共选出12件代表基隆的城市品牌商品 希望透过城市品牌的建立 提升基隆地方特色产品的文化价值 及晋升力 也扩大基隆好物的知名度 及品牌形象 各省市来说 我们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呃 我们的跨局处的整合其实非常的紧密 那在这一次做文 就用好物的辅导 跟把惩罚处的十大伴手礼带进来 不同的计划的连结 我们在这次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 这里有非常多 其实原本就是农鱼的特色产品 加入了一些文化底蕴以后 它变得更强大 过了两个阶段的评选 邀请了非常阵容坚强的评审 做了两天的评审 好物的标章 希望我们能够打团体 展棒的商品 带到其他县市去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这12件获选商品 日前已受邀参加 2022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与全国多个县市共同展出 未来希望透过征选计划辅导更多商品 加入城市品牌认证 让国内外民众有机会体验到 更多元的基隆正港风味 城市品牌 基隆好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崇佑影科技大学积极投入无人机教育 在校园内开设了一座符合 民航局考场标准的无人机练习场 成立无人机产业创新基地 厂观学街牌将为寄用无人机产业培育英才及开发技术 无人机缓缓升空 大秀特技 让台下贵宾大开眼界 请街牌 从幼科大无人机产业创新基地正式街牌 邀请了厂观学界一起见证 因为乌窩战争 无人机成为现在的主流 而学校在现在也完成了 河湖民航级无人机考照的场地 可以提供我们基隆市民 原地考照 原地训练的一个场所 那今天呢 成立这个基地的目的 是在参与政府 在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创新升级 结合产观学 来研究 发展训练无人机的所需要的产业人才 在校园内设置一座 符合民航局标准考照无人机练习场 包括中部民航局副局长 立委蔡思英 及基隆市政府 官销处长 惩罚处长 都应邀出席 那当然基隆市这一次第一次提出来 而且由学校来再办理这种训练 我们非常热见其成 而且会给予协助 北部地区多雨潮湿山坡地的地形 其实跟南部是不大一样的 那因为这样的基隆的特殊地形 以及还有东北季风的特殊地形 我们发展的无人机的 这样的一个产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整个的需求 或者环境的变速 环境的差异 环境的参数 事实上是跟南部不同的 那透过重用引營科技大学 这样的一个产学中心的创立 我想今天基隆市有很多相关的单位 像我们的消防局 产业发展处也都会来到现场 代表了说我们未来 中央跟地方会合作 继续来推动无人机的发展 不仅仅是培训专业的人才 同时成立一个新创的基地 而这个新创基地 未来就是一个培育人才 跟能够考证照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乐观 这样的一个发展跟成果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一个人 在基隆 能够透过无人机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看整个基隆 更全貌 然后更漂亮的一个海洋城市 无人机的应用上面 市政府有很多需要协助的地方 例如说像最近天雨 那有很多的这个 吐司滑落的情形 那我们就需要 无人机这样子的设备 来做勘灾 或者是相关灾损的评估 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 这样的产业 那透过重用无人机基地的发展 在基隆能够落地生根 过去北台湾没有一个标准 无人机 考照练习场 让不少考生相当不方便 以往的话我们要练习 以及要考照 甚至要更进阶的话 制作一些相关的产业的时候 其实基隆是没有场地 也没有资源 可以跟我们这样做练习 以及考试的 那现在在農友 以及在无人机协会的帮助下 那我们可以去协助 我们去做考照 而本身有无人机队的 基隆市消防局 特别派人前来观摩 未来将透过产学合作 加强和学术单位技术交流 那我想我们消防局 目前的无人机 我们有17架 包括热影像 包括那个投掷 广播等等 无人机 那可能在我们厨佑这边 很多的飞机 它是更广域的 它是军用的 比较大型的一个无人机 那在应用上面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 这个是教学香肠 那我们两个单位 可以互相来结合 然后呢 对于我们北台湾地区 基隆地区 甚至全台湾地区的 对这个飞行有经验 或是有兴趣的一个在地朋友 都可以创造更优质的一个能量 从小科大 过去在无人机 教育训练方面 有丰富的教育经验 两年前开始 已经累积训练及辅导 1200多人 若能够成功向民航局 申请成为正式的考场 江可嘉惠 基隆市民 在地考试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下雨天 骑车开车真的要特别注意 既有安乐路二段 发生了一起 机车追撞公车的意外 造成了机车骑士摔倒受伤 一度被机车押住 刚好募集的安乐区市议员 候选人黄继棠 立刻上前协助 索性骑士送医后 没有生命危险 大马路上 机车骑士跌坐在地上 表情痛苦 而一旁的路人 赶紧上前观星 接日器画面拍到 一辆机车及时而来 接着撞上公车 倒地不起 机车骑士一度被压在车底下 动弹不得 蹦一声很大声 然后机车就倒在路上了 我就看很严重 那个骑士一直被压着 起不来了 感觉非常严重 我就是在上下客人 我还没停 就蹦一声 我就吓一跳了 刚好跑行程的安乐区市议员 候选人黄继棠 目睹整个车祸过程 看到机车骑士被压在车底下 也帮忙报警 并上前观星 刚刚有经过的时候 就突然就看到地上 他这个就 跟机车跟这个公车撞击 然后倒在地上 那天雨路滑雨也吓很大 我就赶快下车 我帮忙他撑闪 并且协助他 伤者的情况是 我到时候是第一时间 他刚好倒在地上 包括眼角 手指都可以明显的 有受伤在流血的情形发生 趕快让他先 先简单的做 趕快先做拍照 然后趕快把他 趕快把他扶到旁边 因为毕竟下大雨 一直在柱上淋雨 躺在地上也不太好 由于撞击力到大 机车和公车零件都有受损 救务人员到场 先将骑士进行初步包扎 送一急救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集中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